好,我们有了基本的向量的概念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在数学上或者物理上 怎么样用这些概念来描述我们的时空结构 那一开始我们将介绍场的概念 Fuse,什么叫做场 那我们前面讲的数量和向量 都是一个数量,一个向量 那场是一堆数量 或者一堆向量集合在一起来构成的 那么来描述我们一般的时空 通常会用到场的向量 比如我们最简单的scalar field 我们的所谓的存量场或者标量场 那我们一般写成F T,它就是个数字 那T是代表我们时空中的一个参数 比如我们在一个时空中 这个时空可以是一个2V 这个空间,三维空间,N维空间 以后我们会发展到 那是因为每一个点 我们用一个T来代表 用一个符号 这个符号,T就是一个参数 那它可能是一个点 一个数字 或者是一系列数字 那有了这个T以后 那我们说在T这个点 我们会 这个函数 会取一个数值 叫做FT 那我们可以看到 那在我们整个空间里面 不同的点 我们就会有无穷多个 一系列的数值 那这些数值放在一起 我们管它就在一个场,叫做一个Field 那如果这个场是个Scalar 那我们管它叫ScalarField 所以就是FT 叫做一个ScalarField 那我们也可以 不是Scalar 是一个Vector 右边这张图 对于每一个点 我们都会有一个Vector 对于任何一个点 我们都会有Vector 那我们可以想象 在我们整个的空间上 我们每一个点都冒出一个Vector 我们密密麻麻的 有很多的Vector 那是所有这些Vector构成的一个Field 这些集合 我们叫做VectorField 那既然每个都是Vector 所以我们用个Vector的复含来表示 它的参数也是T T就代表一个这个时空中的一个点 那对于每个点 我们都有一个Vector 那它就可以用我们前面的方式 把它写成分量的形式 也就是我们可以变成VXT 那这是我们一个向量的形式 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那通常我们会把它简单的写成VMuT 也就是我们向量可以写成VMuT 那这个Mu在我们的可能123 看你的为数 如果是三为空间 那我们的Mu就等123 如果是N为空间 我们就一直到N为止 我们可以看到描述一个VectorField 我们可以用 我们原来Vector符号 也可以用这个分量的方式 或者我们已经一个新的符号 带一个Mu来表示 那这个Mu就代表我们时空的 这个为数的参数表示 那有了Vector以后 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扩展上 所谓的Tensor厂 那什么叫Tensor厂 Tensor厂就从我们这个符号 可以进一步扩展 我们会发现 这一个厂 如果不止dependent一个 这个V数的符号 那如果有一个V数 那这个就是一个Vector 那它可能dependent到另外一个 也就是这个时候 你不光告诉我 你在哪一个方向 你必须告诉我两个方向 比如X和Y方向 那它给我一个数字 那Y方向和Z方向 给我一个数字 这个时候我们管它 叫做一个Tensor 所以就叫做Tmmu 但它也是T的函数 那除此以外 Tmmu 我们可以想象 你只把一个这个index变成两个index 那我们可以把它变成很多 我们可以有μ,V,λ,σ 甚至我们在有的书里面 大家如果学过广情论 大家会发现 我们index不一定写到下面 还可以写在上面 比如上面有I,J,K 等等等等 这都可以写 那具体什么意思 我们这边就不解释了 反正不管怎么样 这些I,J,K 这些μ,μ,λ,σ 都是代表我的微数 你有几微空间 所以这些东西 所有这些符号 都是从123,667,8一直到N 那具体这个TensorField 到底代表哪个物理量 或哪个数学量 那我们到时候再具体问题 再具体分析 那现在我们起码知道 数学结构上 我们有这么一类Field 叫做TensorField 那除此以外 我们还有一类从几何概念上 更复杂的一点 我们叫做SpinField 也就是实际上 我们这些Field之间是分Spin 那Spin我们用S来表示 那这些Spin可以等于0 1,2,3 可以一直往后拍 任何整数都行 那比如说我们的SkillerField 就是一个Spin等于0的Field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SpinField并不是一个很特殊的Field 它是所有这些Field的统称 所以我们的SkillerField 实际上就是一个Spin0的Field 那我们的VectorField 就是一个Spin等于1的Field 那它就是个VectorField 那TensorField 要看我们到底这些 有多少这些Index 那不同的Index 我们的Spin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这个也是有些Spin 但是要取决于我们的Index 但不管怎么说 这些都是整数 也就是我们的Spin 现在 所以我们的SkillerField VectorField和TensorField来讲 都是一些整数 但是Spin没有这么简单 Spin可以有半整数 也就是我们还可以 除了0和1之间 我们可以有1分之1 我们可以有2分之3 我们可以有2分之5 这些就很奇怪了 这是什么东西 对啊 我们前面讲了 是整数很简单 所谓整数就是我有多少个Index 那每个Index都是我的V数 都可以代表我的V数 那如果是1分之1 什么叫1分之1个Index 不可能放1分之1个Index进去 所以对于半整数的Spin 它的几何上的意义 和我们这个整数的Spin是不一样的 那比如我们当我们在量子力学里面 以后大家会学到 描述这个自旋的时候 电子自旋的时候 或者一些粒子自旋的时候 我们就一定要用到这个SpinField 也就是描述电子自旋的数学量 就是一个SpinField 而且是一个Spin等于2分之1的Field 它并不是这个Scalar也不是Vector 它是一个很特殊的Field 那这个以后我们在学到的时候 我们才会知道 那现在我们起码知道 我们对于这个这个Chapter来讲 我们主要是讲Vector 也就是实际上 我们主要是在讲Spin1的Field 好那下面我们开始比较详细的介绍 我们的VectorField的一些 基本的V积分的兴趣 我们首先定义最简单的 什么叫Deruitive 一个V分 我们有一个VectorField以后 也就是我们有个Vector 那这个Vector Dependent我的空间的一些点 那这些点的参数 我们用T来表示 所以有什么一个VectorField以后 那什么叫做它的V分 那这个定义告诉我们 VectorField VT is said to be differentiable at the point of T if the foreign limit exists 换句话说 所谓的和V的 就是说我们下面这个极限是存在的 它就是V在T加DataT上的数值 减去V在T上的数值 除以DataT 然后我让我的DataT趋于0 那如果这个极限存在 那我们就定义为V'T 那这个Prime就代表它的V分 那这个符号实际上 我们在V积分里都已经学过 都不陌生 那右边这个图就告诉我们了 我们的VT是等于这个向量 那在T加DataT的时候 我们这个向量会变了 会从一个向量变成另外一个向量 那它们之间的差 就是这个向量 就是它们之间的差 那当我们的DataT变得很小很小的时候 我们就会得到 这个极限值 就会得到我们的这个V'T This vector V' is called the derivative of VT 所以它就叫做VT的导数 那已经定义了它的导数 那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向量的导数 可以用它的分量来比算 那么说任何一个向量 都会写成它的这个XYZ的分量 那一个向量的导数 也可以写成它XYZ三个分量的导数 分别求导数 那有这个以后 有了导数这个定义以后 那它也是一种运算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运算 对我们不同的向量之间的 加加减减乘乘诸书之间会怎么变化 那我们有下面三个最基本的公式 那这个在我们续微积分的时候都很熟悉了 也就是A加上B的导数 就会等于A的导数加B的导数 A乘上B的导数 那我们分两种不同的乘法 但是不管是点乘也好 插乘也好 都要符合我们导数的规则 也就是A乘上B的导数 就会等于A的导数 乘上B再加上A乘上B的导数 不管是点乘和插乘都满足这个 这个原来我们微积分里面就有的 这个固有的规则 好 我们有了向量场的定义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向量场到底在几何上 是什么意思 描述一些什么东西 最简单的 如果RT T是一个描述空间点的一个参数 RT就可以显成它三个分量的 这个表示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 当我们给定一个T的时候 那么它就会给出空间中的一个点 当我们的T变化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的T 从A变到B 那我们这个RT 就会从空间中的一个点 变到另外一个点 而这个变化如果是连续的话 它就在空中描述出一条曲线 所以这个曲线我们就把它叫C 比如这个点我们叫做T等于A 最后这个点T等于B 然后T从A跑到B的时候 我们这个向量就会从 一开始这个向量 跑到最后面这个向量去 它在空间就描述出了一条曲线 那这是我们只有一个参数T的时候 如果我们两个参数U和V的时候 它就会在空间描述出一个曲面 那曲面我们之后还会更详细的来研究 好 下我们来看两个例子 如果用这种参数化的方式 来描述我们空间中的曲线 那我们先看二位的例子 比较简单 所以对于二位空间来讲 我们任何一个向量长RT 就可以写成X和Y 两个分量 我们看有个 一个是cycle 圆 另外一个是ellipse 就是我们的一个椭圆 那这两个怎么描述 其实这两个很简单 大家在解析几合里面 已经给你学过了 所以我们只需要取我们的X 等于R乘上cosT Y等于R乘上sinT 那这个时候 代价器就会给我们X平方 加上Y方 就会等于R方 所以我们可以用 这个RcosT和RsinT 描述我们T 那换句话说 我们的RT 在我们这个情况下 就会等于RcosT R R 也就是我们计算出来了 我们对于一个圆来讲 我们的参数化的 向量长应该怎么写 那下面对于一个椭圆来讲 也很简单 它只是半径变了一点 所以我们这 照着画就黑了 我们X只要取上A 乘以cosT 那么的Y取上B 乘以cosT 所以我们 代价器就会得到 我们的X平方 除以A平方 加上Y平方 除以B平方 一定是等于1的 所以我们最后 我们的RT 在对于一个椭圆来讲 就会等于A乘以cosT 乘上B乘以sinT 那下面我们再看一个三维的例子 所谓的Twisted Curve Circular Helix Twisted Curve 那这个我们给出了RT的形状 所以RT这个时候 就会等于A乘以cosT A乘以sinT 那Z的方向是CT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在空间中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曲线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我们的X 这个是我们的Y 这个是我们的Z 那前面我们 通过前面的我们 前一个例题 我们知道X平方 加上Y平方 就会等于A平方 也就是它的XY平面内 就是一个圆 半径为A的一个圆 如果我们在图上标 XY这三个方向 它在XY平面 就是一个圆 画出来 不是很圆 基本上就是一个圆 可是它Z平 Z方向也会变化 也就是Z它等于CT 随着我T变化 我在Z方向不断的升高 所以它并不是在XY平面内 一直是一个圆 而当我的T变化的时候 我会离开XY平面内 所以我如果画出来 实际上是个螺旋线 随着我的T增大 我会一直一直往上走 当然 还好一点 会往上走 所以得到的就是一个 Siccular的Helix 一个圆的螺旋线 那对于这个Curve 我们会有一个新的概念 叫做Simple Curve Simple Curve就是A Curve Without Multiple Points 也就是我这个曲线上 没有任何一个点 是重合的 那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在整个 沿着T变化的时候 我的曲线会在空间中 描出一条线 这条线不会跑回来 跟自己交叉 那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什么叫Simple Curve 首先我们的Circle 是一个Simple Curve 那有人会说 你Circle不是 头尾相连了吗 但是没关系 我们并没有交叉 我们所谓的相连没事 也是从最开始点 绕一圈回到这个点 这个没关系 但是它并没有交叉 我们一会看到 什么叫交叉的意思 那第二个 刚才我们刚刚看到的 这个3V的Circle Curve 这显然是一个Simple Curve 因为它根本连相连都不相连 它就会一直一直往上跑 那我们现在看到 看一个不是Simple Curve的例子 那我们的RT等于SineRT CosineT 那这是个2V的曲面 曲线 那这个曲线在我们右边 XY图里面 画出就右边这个 有点像八字形 这么一个形状 那大家会看到 这个形状显然在这个点 在圆点是交叉了一下 也是随着我T变化的时候 我在圆点会交叉 也就是在圆点这个点 我相对用到两个不同的T 那这个就不是Simple Curve了 那这个是我们的Simple Curve的变化 所以即使这个不是Simple Curve 但它可以变成两个Simple Curve 对吧 它可以变成上面一个 一个圆 下面一个圆 两个不同的Simple Curve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来研究一个 曲线的时候 我们只要研究Simple Curve的高 因为任何复杂的curve 我们基本上都会把它分成 很多简单的Simple Curve来研究 好 有了曲线以后 下面来看一下曲线的切向量 那曲线的切向量 从右边图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曲线在某一点 沿着它切方向的一个向量 我们就要切向量 那它实际上就是 这个曲线的Vector Field的导数 就是R'T 那通常来讲 这个R'是不能等于0的 如果这条曲线是光滑的话 如果这个R'等于0了 说明这个曲线 在这个点的导数 这个点的切向量的方向 是没有方向的 因为等于0了 表示这个向量的长度是0 那当然 研证和方向都可以 所以在这个点 通常就不光滑的情况下 会出现这种情况 对于一个光滑曲线 在任意点的切向量 也就是这个向量上的导数 一定都是不等于0的 那通常来讲 这个切向量 R'T的长度 并不等于1 也就是它并不是一个单位向量 但很多时候 我们只关心 这个点的切方向 是哪个方向 所以我们只需要一个 单位向量就好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会定义一个叫做Unit Tangent Vector UT 它就会等于R'T除上自己的长度 当然有这个以后 我们会得到 UT的长度就是1 因为它是个单位向量 所以它就变得很好用 它只告诉我在这一点 这个曲线在这一点的切方向 是哪个方向 而它并不告诉我这个长度 它的长度都是1 所以有这个切向量的概念以后 我们可以定义所谓的切线 Tangent 是一条切线 什么叫切线呢 切线 在任何一个曲线上的一个点 P这个点的切线 就是沿着过这个点 又沿着切方向的一条直线 叫做切线 所以它是一条直线 那我们通常用 TP W来代表 那这个时候P代表这个点 那W就是一个参数 所以说W不同的变化 我们会得到 得到这条直线 当然它一定要通过RTP 所以RTP是它的一个点 然后它就要在切方向上 会有一些变化 那我们已经知道了 R'T是一个切方向的向量 那前面再乘上我们的参数 W就会随着W等于0 或者其他的数字 所以我们右边这一项 就代表在切方向上的不同的点 所以RT加上WR'T 就给我们在P这个点 T的切线 好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道立题 那这个Calculate the tangent to an ellipse 一个椭圆 at this part 在这个点 椭圆上的一个点 首先当然我们要验证一下 这个点是在椭圆上 那这个就不验证了 你们自己再去算 就可以算出来 那如果这个点不在椭圆上 那我们就不用算 那肯定是肯定是不对 所以我们第一件事先要验算 这个点是在椭圆上 如果它在椭圆上 那下面我们可以根据我们之前的 这个定义 来把它的切线给写出来 首先我们要把它的参数给写出来 参数的向量差 我们的RT给写出来 那么RT 那我们根据前面的有道立题 我们也知道 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两倍的cosT 和sinT 这个就是我们的RT 那这个在这个点上的取值 我们就会给取成 分号2 分号1 那这个时候就会得到 我们的TP 实际上就会等于4分之π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就好了 sinT等于2分之1 2倍cosT等于2 这个了解 TP就会等于4分之π 就是有这个以后 那我们来计算我们的RT' 也就是它的切向量 那这个切向量就是对上面向量求导 那这个求导就会有负的两倍的sinT sin求导就是cosT 那这个时候我们在T等于TP的时候 我们带进去 TP已经知道了 会等于4分之π 所以我带进去以后 这个结果就会等于负的根号2 根号1分之1 这个都是很简单的三角函数 那如果这个有了RT 有了RT'以后 我们就会计算 TPW 也是在通过TP这个点的切线 那我们前面知道 它就会等于RTP 再加上W的R'TP 那这些值我们都有了 RTP 就是我们的根号2 R'2分之1 加上W的R'TP 就是负根号2 R'2分之1 那我们最后的结果把它整理一下 就会变成根号2 1减去W 1加上W出以根号2 好 这个就是我们 这个 这个椭圆通过 根号2 根号2分之1 这个点的切线方程 好 下面我们来复习一下 一条曲线的长度 怎么计算 那假设我们的曲线 使用一个 三式化的销量长 RT来表示 那就在空间中的一条曲线 RT 那我们要计算的是 当我们的T等于A 到T等于B 之间这一段曲线的长度 那这段曲线的长度 我们之前就知道了 它实际上是等于一个积分 从AG到B 根号下R'到R'DT 那为什么写成这个样子呢 时间也很好理解 我们要计算这个曲线的长度 我们先把它分成很多的份 然后每一份 如果我们分得够密集的话 每一份都很短 那很短的话 我就可以近似的用一条直线 来代替这个曲线 那所谓这个直线 就是它的切线 所以这段曲线的长度 就是它在这段切线的长度 所以它切线 我们已经知道了 它的切向量就是R' 所以这个切向量的长度 就是R'到R' 它可以很好 所以当我们把这个分割 分得越来越细密的时候 然后去极限把它加在一起 就我们就会得到积分 所以这个积分 就会给我们T等于A到T等于B 这个曲线的整个的长度 那这个我们 如果进一步把它写出来 会变成 这个就是我们R' 这个向量的长度 DT或者我们再多写一步 这个就是我们的 D'R' 比D'T' D'T 或者就会变成我们的 D'R'的冒出来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从R'的A'到R'的B' 所以这是我们 一段曲线 从A到B的一个 长度 那下面我们会有一个 所谓的ArcLength Function 那这个Function也是 计算这段曲线的长度 只不过它是一个 Function 它是一个函数 那是什么的函数呢 是T的函数 也是实际上我们是在计算 这条曲线从 初始点出发 就T等于0这点出发 一直跑到T等于T这一点的长度 那这个长度 随着T变化 它这个长度也会变化 所以它是一个T的函数 叫做ST 所以呢跟前面的定义一样 它只是这个积分的上下线不一样 从中积到T而已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算出来 如果我们计算DS 那什么叫DS DS就是DS比DT的乘上DT 那这个时候我们带进去 就会发现 DS比DT 这个大家应该都会计算 是吧 我们一个积分上限是T 那我们对它做积分的时候 结果就会得到R R'到R' 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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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这么多DT 那这些DT就会约掉 那剩下这个根号下R'到R' 重上DT 根据我们上面这个计算 你会知道 这个不是别的 这个就是D R的Module 所以我们得到一个很重要的关系 DS等于DR的Module 那我们接着看 这个ArcLens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 也是所谓的ArcLens这个Parameter 用ArcLens作为参数 那我们前面讲了 对于任何一条曲线来讲 我们要有一个参数T 那随着我T取不同的数值 我可以在空间中跑出一条曲线 那这个T原则上你可以取任何一个参数 你喜欢参数都行 对于一条曲线也有很多不同的参数 但是有一条很特殊的参数 就是所谓的ArcLens参数 也就是我们会想 我们可以用一般的T来取 那我也可以用S作为我的参数 那S就是用我这条曲线 从初始点出发的长度作为参数 那显然这个参数是一个非常好的参数 它是首先它是一对一的参数 也就是 在这一点S是等于零的 那在这一点的长度也是零 那跑到这一点以后 那长度 会变化 那我的S也会变化 所以可见对不同的S 我的长度也完全不一样 所以用R'S作为一个参数 是一个一对一的一个很好的参数 而且有了这个参数以后 那我们来计算 这个 我们之前算的 接下来的一件事情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的 R'S的modular 就会等于 D'R 是根据定义 D'S的 modular 但前面我们刚才刚刚讲过 D'S 不是别的 就是D'R的 这两件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就是1 换句话说 我们会发现 当我们用S作为一个参数的时候 我们RT的切向量的长度就自动是1 那记得我们前面 讲过 对于一般的T来讲 它的切向量的长度不一定是1 所以我们会定义一个U 那这个U是就我们的R'S除以R'S的长度 可是对我们现在来讲 由于我们的R'S本身就是1了 所以它就是我们的R'S 换句话说 如果你用ArcLens作为一个参数来讲 你计算出来任何一个点的切向量 就自动是Unit切向量 单位切向量 不需要去除 这个切向量的长度自动就是1 好 那有了这个ArcLens的参数以后 那下我们看到的例题 这条例题 RataCircularHelix with ArcLens as Parameter 也就是我们前面已经知道了 对于一个螺旋线来讲 那它的参数 那这个是我们以前用的一个T作为参数 那个T是我们当时为了写的方面 随便找的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并不是它的ArcLens 那下面我们说要用ArcLens作为参数 那怎么样来描述这个曲线 RT 那我们来看一眼 首先我们已经知道了RT 那下面我们要计算我们的R'T 所以我们可以计算出来 我们的R'T 那只是对它T作为求导 那这个很好 就等于负的R的SineT R的CosineT 那最后这个求导就是C的长数 所以我们有了R以后 它的切向量 我们也可以计算出来 那有了切向量以后 下面我们可以计算它的ArcLens function 因为我们要用想用这个ArcLens作为参数 所以我们先要看看这个参数到底有什么东西 就是这个function的有什么东西 那根据定义它就是0.T 根号下R'R'炎DT 那我们这个R'已经知道了 R'就是右边这个 所以向量给出来了 它的点成我们也知道了 所以它的点成 就会变成R的平方加上C的平方 开根号DT 那这个当然 很好记 因为 r 和 c 都是常数 所以和我们积分无关 所以就变成 r 的平方加上 c 的平方 t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 r 平方加 c 平方 那有了r 的 function 我们就可以把 s 和 t 之间的关系给计算出来 所以我们原来的 t 就会等于 s 除以根号下 r 平方加 c 平方 那有这个以后 我们就立刻可以得到 我们在 arc less 作为参数情况下 r 里多少 那我们只是把我们的 t 再换成 s 所以这个东西就会等于 r 乘以 cos t 都换成 s 除以 r 平方加上 c 平方 同样 sin t 也变成 sin 的 s 平方加上 c 平方 最后是 c s 除以刚好下 r 平方加上 c 平方 这就是我们用 s 作为参数 得到的 vector 的参数方程 那下面我来计算它的 r prime s 同时我们也知道它是一个单位向量 所以它一定等于 u s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对R S对S求导 有上面这个东西对S求导 那它对S求导就会变成 负的 R除以 更好下R平方加C平方 sinS除以更好下R平方加C平方 R除以更好下R平方加C平方 这边变成cosS除以更好下R平方加C平方 最后是最S求导是C除以更好下R平方加C平方 这边是R平方 那可以很简单的验算 大家如果想去验算 你会发现 如果你想计算US的Moduli 再进去算 你会发现这个就会等于1 那么sin和cosS平方会相加等于1 那前面上面就是R平方加上C平方 再开根号和底下这个账号约掉 所以US就会等于1 好 那一个基本的优点我们知道就是用它来计算出来的切向量是一个单位切向量 那我们说单位向量是一个比较好的 它只告诉我们方向 没有长度的影响 那我们用处比较多 以后我们会发现我们研究曲线这些性质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会把它变成弧长作为参数 那下面我们就看怎么样用弧长这个参数来研究曲线的一些性质 那我们第一个性质研究的就是curpature 那就是曲率 那所谓曲率顾名思义就是来描述一条曲线的弯曲程度 那直观上来讲很简单 如果一条曲线是直线 那它就没有弯曲 不弯曲 如果一条曲线是这个不是直线 那么它就会有一定的弯曲 当然一条曲线在不同的点上的弯曲程度也不一样 那我们就会 直观上我们可以说这个地方比较弯 那个地方比较平 但是数学上我们怎么严格的定义出一个曲率来 定量的告诉我们在不同的点的曲率上是多少 那这是我们需要一个数学上严格的定义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定义 就是curpature measures a deviation of a curve at a point from a street law 这个很简单 就是什么叫curpature 它就是描述偏离 直线的程度 也是我们这条曲线 偏离一条直线的程度要是多少 那定量来讲 我们可以把curpature 我们记作kappa 那我们也用这个弯长s作为一个参数 那kappas就定义为u的导数的长 modular的长度 那u是什么东西 u就是我们r's 也就是当我们用s作为参数的切项量 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对于任何一条曲线 这个切线量对于某一个点 就是沿切方向的一个向量 而且u是一个单位向量 如果没有s作为参数的话 那可以看到 当我们的曲线如果是弯曲的话 那么随着s的变化 我的u也要变化 也就是u的导数并不为0 如果这条曲线是个直线的话 那么随着s的变化 我的u是不会变化的 我切方向永远是 这个这个朝一个方向 对于一条直线来讲 那么u的导数就会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kappa这个数值 确实可以描述 这条曲线的弯曲程度 所以kappa可以定量的告诉我们 怎么计算一条曲线上 不同点的曲率是多少 当然我们就已经知道 我们的u就是r' 所以kappa也可以直接写成 r这条曲线的double prime 好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例题 怎么来计算一个曲线的曲率 calculate the curvature for the circle 那这个cycle的参数 已经给我们了 rcosin t rsin t 那这个一般情况下 用的t并不是我们的弧常参数 前面我们的例题已经讲过了 怎么样把一个普通的参数 变成一个弧常参数 那其实很简单 也就是我们把这个长度给算出来 弧常怎么可以计算 我们把弧常计算出来以后 我们得到s与t的关系 然后再把t带回去 我们就回到弧常参数 那这个过程我们就不算了 我们直接给出这个弧常参数 所以这个会告诉我们 我们的在弧常参数的情况下 这个曲线的描述方式 就会等于 大家自己回去计算 就会变成r 乘上cosin t 也会变成s除以r r乘以sin s除以r 所以现在看到 我们已经把这条曲线 也就是这个圆变成一个弧常s参数的一条方程式 那么这个以后 那下面我们还计算我们的曲率 那我们根据我们的定义 一步一步计算的曲率 那首先我们要计算出来的切项量 就是我们的us 我们要计算出来 那us就会等于r's 也就是rs对这个s求此导数 那么这个求导很简单 我们把这个带进去以后 就会发现 它就会等于负的sin s除以r 那右边是cosin s除以r 因为对s求导 所以我r分之一出来 和前面的r消掉了 那有了这个u以后 那下面我们要计算我们的 u'以我们的曲率 是和这个切项量的导数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计算u' 那这个也很简单 我们对它再做一次导数 我们就会得到负的r分之一 又提出个r分之一 cosin s除以r 那后面是负的r分之一 sin s除以r 所以我们得到u' 那最后根据定义 我们知道kappa s 也就是我们在s这个点的曲率 就会等于u's的mod 那这个module很好计算 就是x平方加上y方再开根号 那这个就会等于r分之一 好 那现在我们就计算出来了 对一个圆来讲 对一个半径等于r的圆来讲 那它的曲率等于r分之一 首先这是一个常数 我们前面讲过了 对于一条曲线的不同点的弯曲程度 可能会不一样 但是我们说对于一个圆来讲 它的每一个点 因为它是对称的 所以对每一个点的弯曲程度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 我们计算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 那它的弯曲程度就是r分之一 和我们的半径成反比 那我们从图上也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这个圆越大的话 非常非常大的圆的话 那我们几乎弯曲程度就 没那么强 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我们比如像地球 就是一个半径很大很大的一个圆 那赤道就是地球上的一个圆 那你在赤道上走的时候 你并不觉得自己会有弯曲 你觉得是走的条直线 这就是因为当r很大的时候 我们这个曲率其实非常非常的小 所以使你观察不出来 当很小的时候 半径很小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曲率就会变得非常的大 因为你走一点点 马上就弯曲过去了 所以这个 立体也告诉我们 怎么样计算一个圆的曲率 而这个圆的曲率计算结果 也和我们的直角感觉是符合的 好 那我们来继续看 如何系统的描述一个曲线 那我们前面已经知道了 我们描述一个曲线 或者描述任何一个向量 我们都需要一个坐标 那我们前面看到 我们一般用xyz一个坐标 那这个坐标是固定好的 那我们一个曲线 在我们这个坐标里面 是这个可以进行一些描述 用一些这个向量场来描述 那可是这个通常不是很方便 原因是 我们这个曲线 在我们的空间里 是拐来拐去的 那我们这个坐标系 是固定的 所以这个坐标系的xy和z 对于这条曲线来讲 并不代表某些特殊方向 它只是一个任意的方向而已 那所以我们描述这个曲线的时候 这个曲线可能在我们这个参数下 会变得很复杂 而且我们也看不出 它的这个变化的结构 到底怎么样 那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就是 我们可以找一个 这个这个坐标 这个坐标长在我的曲线上面 跟着我的曲线走 比如我的切方向 是我们曲线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那我们用切方向作为一个坐标 那我们其他的方向 垂直切方向的方向 也是一些其他重要的方向 我们也可以用这些方向 作为我的坐标 那这个时候 我也会得到一个坐标系 这个坐标系 它的三个方向 是具有一定的几何意义的 也就是它是我的 沿着我的切方向 或者我的垂直方向 那用这个坐标来描述我的曲线 会比较方便 可是用这个坐标也比较麻烦 也就是这个坐标系 并不是个固定的坐标系 它会随着我的曲线而变化 但很多时候 用这种变化的坐标系 我们会比较方便 那物理上来讲 大家如果 这个从力学上描述一条运动 我们会知道 这个我们物理上叫做自然坐标系 也就是它比较自然 每一个坐标都会比较自然的描述 这个曲线上的一个点的运动 那在数学上 我们往下叫做trach值 那是我们标注一个 用三个向量 三个单位向量来描述一个 所以下面我们就 想数学上来定义 用到底用哪三个单位向量来描述 这个曲线 那所谓第一个 当然我们希望用到的就是切向量 那当然我们用到单位切向量 那所谓单位切向量 就是我们的切向量 但是除以它的module来 那前面我们也讲过了 如果我们用胡长作为参数 我们计算出来的切向量 就自动式单位切向量 也就是现在我们 直接上我们的参数用的是胡长 那以后我们就 这个不写了 后面 那表示不写 我们用的自动就是 s胡长作为一个参数 所以我们首先可以用 切向量 那它是个单位向量 来作为我们其中一个坐标轴 那我们还有 另外其他的坐标轴 那其他一个坐标轴 我们可以用单位向量的变化率 来作为我们的这个 另外一个坐标轴 也就是u'来作为 那如果我们想定义单位向量 那我们就要除上这个单位 除上这个向量的module来 我们说u是个单位向量 但是u'就不一定是个单位向量 所以我们要除掉它的长度 来得到另外一个单位向量 我们管它叫p 那这个方向 我们管它叫做principal normal的方向 也就是主垂直的方向 那这个p也叫做unit principal normal vector 那我们前面 根据前面学的知识 我们知道这个不是别的 这个实际上就是u'除上kappa kappa就是曲率 因为我们的u'的长度定义的就是曲率 那好 我们已经有两个方向了 u这个切方向 还有的p principal normal的方向 那我们还要定义第三个方向 那当然我们希望 这第三个方向和前两个方向 都要垂直 而且也是个单位向量 那我们已经有两个向量 想得到一个和它们两个都垂直的向量 那我们在三维空间里 有个很好的操作 就是我们的cross product的插成 那么你可以定义 我们的b 那我们管它叫binormal vector 也就是它和u和p都垂直的 所以叫做binormal 那这个向量 就会等于u cross p 那当然因为u和p 分别都是单位向量 所以得到的b也一定是单位向量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用u p b这三个向量 三个单位向量 作为一个坐标 来描述我这个曲线 那这三个向量 都是随着我曲线变化而变化的 所以u永远是我们的切方向 p永远朝着我们的principal normal的方向 而b永远朝着binormal的方向 那右边这个图也显示出来了 在不同的点 我们有这个点和这个点 我们会有不同的trihedrin 我们的三个单位向量 来描述这个曲线 另外 好 现在我们对于一个曲线 性质的描述越来越丰富了 我们知道curvature 它是如何运动的 我们也知道了所谓的自然坐标系 怎么定义 那下面来 这个介绍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性质 叫做torsion torsion的意思是扰率 那扰率到底是什么概念 它和曲率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说曲率是来描述一个曲线 偏离直线的程度 那扰率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定义 the torsion measures the deviation of a curve at a part from a plane 所以它实际上描述的是 一条曲线偏离一个平面的程度 它不是偏离直线 而是偏离一个平面的程度 那什么意思 我们来举个例子来看 假设我一个曲线是一个圆来讲 是一个圆好 那我们说圆实际上就是在一个平面里 对吧 一个圆我总可以找到一个平面 使得这个圆永远在这个平面里面 所以当这个点沿着曲线运动的时候 我的点永远不会偏离这个平面 也是对于一个圆来讲 它的torsion实际上就零了 那我们看另外一个例子 如果不是一个圆 而是一个螺旋线 那这个螺旋线 大家就会发现 这个螺旋线随着我的运动 随着我点沿着螺旋线运动 我会逐渐的偏离一个圆 而跑到另外的方向上去 所以我没有办法在运动的时候固定在同一个平面里面 你找到一个平面 我的运动一直在这个平面里面 所以它会脱离这个平面 那这个时候 我们说这个曲线 螺旋线就是有扰率 那扰率的大小我们可以看出来 如果我这个螺旋线长成这个样子 它虽然也是有扰率 但这个扰率会很小 也就是它偏离这个平面 很缓慢的偏离这个平面 如果我的螺旋线是这个样子 大家可以看出来 那它非常快速的偏离这个平面 也就是它的扰率会很大 所以我们这是通过直观的几何 来介绍什么叫的扰率 那我们数学上的定义 扰率就偷来表示 它就会等于负的 那负的是一个方向 正方向负方向 是我们人为定义的 这个关系不大 关键的是后面是p.b' 那最关键的是这个p b'是什么 大家还记得 b是binomial vector 也就是它是一个垂直于 u和p的vector 那u和p这两个vector 就定义了我曲线运动的一个平面 那b就是永远和它垂直的一个vector 那如果这个平面 随着这个运动不变的话 也就是说我b的方向 永远是不会变化的 那b的方向永远不会变化 那b的导数就是零 所以可以看出来 如果我的曲线永远在up这个平面内运动的话 我得到的扰率就是零 如果我随着曲线的变化 我up这个平面会产生变化 那当然b和up都垂直的这个向量也会产生变化 那么b的导数就不是零了 那这个时候就是扰率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用b的导数 binomial向量的导数来定义我们这个扰率 也就是定义我这个曲线偏离于一个平面的这个量 那我们这个量实际上定义的还不只是用b 还是b这个导数在p方向上的投影 来表示 那我们来仔细的看一下这个定义 我们知道 这个实际上就是p 那s我们就不写了 dotb' 那b'是什么 b'实际上是u cross p 前面说b是一个向量 binomial向量和u和p都垂直 所以可以用u cross p来定义 那他们的导数 那这个导数又可以写成负的p 那前面我们的导数定义 告诉我们u的导数cross p 再加上u cross p的导数 那我们前面又知道了 p是什么 p就是u的导数 这个是principal normal vector 它就是切向量的导数 那所以既然它是它的导数 那么u prime cross p 就是p cross p自己 那当然就是零 说这个cross vector自己和自己 相乘是等于零的 所以第一个就是等于零 那我们只剩下第二项 所以等于复p dot u cross p prime 所以我们得到另外一个公式 来计算我们的聊率套 OK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道例题 计算一个螺旋曲线的torsion 也就是扰率 那这个螺旋曲线 我们并不陌生 我们前面已经通过一些例题 了解它的一些性质 那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 一个半经为R的圆 但随着运动 在Z方向上也会偏离这个圆 所以变成一个螺旋曲线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样通过我们前面定义的这些量 来计算它的torsion 那首先我们知道 这个螺旋曲线的参数是个t 并不是我们希望的这个 螺旋参数 那首先我们先要把它变成 螺旋参数 那当然把它变成 螺旋参数这一步 我们前面那个例题已经做过了 我们直接就把结果写出来 所以它的结果就是 Rs对于一个虎旋参数 就会等于R cos s 除以a 那a是什么 我们一会再定义 R sin s 除以a c s 除以a 那么这个a就是端号下 r平方加上c平方 那是我们前面的例题已经得到的 那我们不想一直老写这个r平方加c平方 所以我们定义成一个量 叫做a 那有了这个r以后 那现在我们可以通过一步一步的这个计算 得到我们的torsion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要计算我们的 切向量 那这个切向量就是r的导数 好 那我们就不写这个s了 表示后面的都是用我们的s为参数 那这个导数 就会等于负的r除以a sin s 除以a 后面是r除以a cos s 除以a 这是c除以a 这是我们的导数 那有这个以后 我们可以计算出u' 对它再求一次导数 那我们会发现它等于负的r除以a的平方 cos s 除以a 负的r除以a的平方 sin s 除以a 零 最后c除以a应该是常数 所以求导数等于零 所以我们得到了单位向量的导数 那有了单位向量的导数 那我们就可以计算出它的曲率 那这个曲率实际上就是单位向量的导数的长度 那这个很简单 最后因为最后一个分量的比0 所以它实际上就会等于r除以a平方 所以这个也符合我们的直觉 因为我们这个螺旋线实际上 它在任何一个点的曲率都是相等的 都是个常数 有这个以后 那下面我们可以计算出我们的 所谓的principal normal vector 那p就会等于根据定义 u'除上kappa u'我们已经有了 就是这个 那我们的kappa也已经计算好了 那这两个一除 我们就会得到我们的结果 就会等于负的cosine s除以a 负的sin s除以a零 那这个是我们的principal normal vector 你计算它以后 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我们的 binomial vector 那它就会等于我们的u cross p 那我们的u 这边结果 p的结果是这个 所以我们这两个cross在一起就好了 那我们用行列式的方式来cross 那我们就详细的过程就不写了 大家可以自己去算 那最后的结果 会等于c除上a sin s除上a 负的c除上a cos s除上a 那这是我们的b的结果 那它以后我们可以得到我们的b' 这个求一次导数 因为我们的torsion是和b'相关的 所以对它求一次导数 我们就会得到c除以a的平方 cos s除以a 那第二项变成了c除以a的平方 sin s除以a 第三项也是0 里面已经是常数了 那最后 我们可以把torsion给计算出来了 根据我们定义 它就等于负的p到b' 那现在b'有了 在这边 那p我们也算出来了 在前面 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两个点乘 也就是它的x 这平方加上y平方加上z平方 再开根号 不用开根号 所以它最后结果就会等于 c除以a 方 那我们把a写回来 就会变成c除以r平方加c平方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螺旋曲线的torsion的绕率 那我们从一方面也可以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的c等于0 那我们这个torsion就会变成0 那这个也是符合我们的直觉的 因为所谓螺旋曲线 就是它边运动边往上 边往上跑 边偏离我这个圆 那如果c等于0的话 那也说明 已经不是我原曲线了 就是一个圆 那我前面也讲过了 一个圆 它运动起来 它不会偏离我这个平面 所以它的torsion就自动回上0 所以这是我们这条例题 好 那下面我们来 summary一下 我们这个部分讲的 我们这个部分介绍了 怎么样用一个vector field 来描述一个曲线 那基本的方式就是我们的 一个vector field rt 可以形成xt yt zt 那给我一个参数t以后 它实际上xyz就是在空间中的一个点 那我随着t的变化 我就可以描述成在空间中的一条曲线 那现在我们说中 在三位空间中的一条曲线 那我们说t是任何一个参数 那比较好的一个参数 叫做arch length parameter 我们的弧常参数 也就是我们的s定义好了 所以我们很多量 都是用s来表示的 那有了s这个量 我们可以定义所谓的trahedric 也就是我们物理上所说的自然坐标系 那我们用它的切向量 单位切向量 还有的单位的principal normal vector 还有单位的bynormal vector 这是三个单位向量 那这三个单位向量构成一个坐标系 那这个坐标系是随着我们的曲线运动 而变化的一个坐标系 那我们也定义了curvector 怎么样描述一个曲线 在不同点的弯曲程度 那它就是我们这个u的prime的程度 那我们也定义了什么叫torsion 那它是描述我们这条曲线 随着运动偏离我运动平面的程度 那它的定义就是我们的-p.b'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部分的主要内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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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